接着看到开播三年的T News联播网 主播陈湘怡再度入围京市奖 地方新闻节目主播奖肯定 国内唯一由多家有限电视业者 跨县市直播的T News联播网 让地方新闻不再局限于地方 也让观众朋友可以透过更有温度的视角 了解台湾的独特性 地方新闻节目主播奖 入围的有陈湘怡 T News联播网 台湾数位宽屏有线电视股份有线公司 T News联播网主播陈湘怡 二度入围京市奖地方新闻节目主播奖 由八家有线电视业者 共同制播的T News联播网 涵盖新北桃源新竹苗栗台中高雄六县市 跨县市的多元议题 对于主播来说挑战相当大 T News联播网 我们很努力的在有广度的同时 也不断的在加上它的厚度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团队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 地方新闻最独特最温暖的温度 我们始终还是坚守着 那么身为主播很难的是跨县市的新闻 不论是题材的掌握 或者是各者的串联 都是很大的挑战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学习还有成长也都非常多 还是要再一次的 谢谢观众朋友的肯定 那我们会继续努力 T News联播网是国内唯一 由多家有线电视业者跨县市直播的新闻节目 既要掌握及时性更要守住准确性 团队一开始磨合的确相当不易 但精益求精的努力下最终呈现出了高水准的新闻品质 各家都是以自己的县市的一些事情 为出发点然后来做新闻报道 那T News本身相当的不容易 它是必须横跨六个县市 分别是从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到高雄 那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县市 它本身的一些文化 还有它一些的人文 还有它所有的一些建设 是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能够同时融合六个县市的一些地方大小时 去做一个一篇的新闻出来做专业的报道 是非常不容易 那当然我们T News的工作同仁 日后仍然会秉持的热情 用更专业 更温暖 还有更细心的事情 来为我们的收视乎报道最公正的新闻节目 透过T News联播网 让地方新闻不再局限于地方 也让观众朋友可以透过更有温度的视角 了解台湾的独特性